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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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大家静悄悄等待开斋时 一位衣衫陈旧 却又不是整洁的妇女 抱着两个孩子 带着一条狗 出现在了现场 她身无常物 孤苦伶仃 无视现场人群 无事走到方丈大师面前说道 大师 请给我一把剪子 方丈大师十分不解 但还是递给她一把剪子 父女把两个孩子放在地下 接过剪子 说了声谢谢 随即剪掉一缕绣发 双手撑给方丈大师说道 大师 我穷困潦荡 别无常物 如今只有剪下头发 供养给三宝福田之中 供请大师慈悲为怀 不要嫌弃 善哉 善哉 功德无量 随即 双手接过头发 交给身边的徒弟 而后问道 施主 从哪里来呀 施主 又将何处而去 往去处而去 方丈大师更加之惊讶 心道 好一个冤上来 去处去 如能参吐其循迹 就归正德发眼镜了 就在大师禅思之际 妇人又说话了 大师 可否布施一些食物给我 我还要赶路 方丈大师随即亲手递上三份食物 并说道 这其中两份是给你的孩子 一份是给你的 你拿好吧 感恩大师慈悲 可否给我的狗 再布施一份呢 方丈大师又拿出一份递给了他 大师 可否给我腹中的胎儿再布施一份呢 华一出口 群情哗然 在场的人骂声一片 都在责运 这夫人贪得无厌 不知连食 方丈大师的脸上也挂不住了 恨声呵斥道 你来这里求出家人不是斋食 却贪得无厌 事和道理 你肚子里的小孩根本都还没有生出来 难道说他也能进食啊 可是你却求所再三 懒谈眉位之心 不觉得太无分了吗 被选职的夫人随即送出一段寄送 苦瓜连根苦 天挂彻离天 无以超三界 却为阿师贤 说完这段寄送的夫人随即冉战胜空 心心出稳住菩萨的本相 两个小孩恢复逝者的冤心 那条狗也变成了情世 在云光漂亮 如影如现当中 文书菩萨又说道 众生学平等 洗髓反紧波 白骸巨蛇气 其如爱增和 在场的一千多人大惊 纷纷跪刀在地 叩手如刀算 口中之念 拿摩文书失礼菩萨生命 并齐倾倒 菩萨 请您开始 如何支持真正的平等的法门吧 也好让我们一心奉行 实际 实际如大地 一如水有风 无二无分别 究竟如虚空 讲完这段开始 文书菩萨随即隐没在虚空之中 标准 方丈大师惭愧至极 匍匐在地 惭愧忏悔 之前的有眼无珠 随即重击神难 拿到之前文朱菩萨 剪发用过的剪刀 就要挖掉自己的眼睛 已是忏悔 在场的人手忙脚乱 一把夺过方丈手中的剪刀说道 大事 忏悔的方式有很多 不一定 非要挖掉自己的眼睛来弥补 如今文朱菩萨已经隐没 你不如对他的开示 信守奉行 用心办到 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方丈大师想想一识 于是 就把已经变成金色的 文朱菩萨头发 就地践踏 供奉起来 如今 那文朱菩萨发塔 就在他冤死 方丈时的旁边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